联合国消息禁止核武器条约 于1月22号生效 此举被称为全球消除最致命武器历史性一部 目前有86个国家签署了该条约 得到了51个国家立法机构的批准 根据该条约规定 所有签约并批准的国家 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发展 试验生产制造获取拥有或储存核武器 或其他核爆炸装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视频中说 核武器构成的危险于日俱增 世界需要紧急行动起来 确保消除这些武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呼吁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应立即采取措施降低核武器风险 包括解除核武器战备状态 并在未来签署并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 那个叫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的NGO组织也激动了 ICN执行理事贝亚特利斯菲恩说 这是国际法联合国 以及广岛和长崎幸存者们真正的大日子 不管他们是敲锣打鼓也好 自民得意也罢 这八十多个签约国有一个共同特点 没有核武器 他们要废掉一个他们没有东西 这看起来更像是一场闹剧 再直接了当一点说 这是一场道德绑架 华姐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了此事 她指出 核财军进程不能脱离国际安全现实 必须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和各国安全不受减损原则 循序渐进 加以推进 相关进程必须坚持协商一致原则 在现有国际裁军和防扩散机制下处理 条约违背上述原则 有损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财军 与核不扩散体系 中方不认可 也无意签署或批准该条约 中方强调 条约不反应也不构成国际习惯法 对非缔约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美国 俄罗斯 英国 法国 也早就明确表态 反对禁止核武器条约 不会签署该条约 另外几个不合法的拥有核武器国家 对条约也持反对态度 对于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美好愿望 中国向来是支持的 但要循序渐进 任何协议都要具有可操作性 不能脱离实际 目前核武器平衡格局 是全球稳定体系支柱之一 一旦被摧毁 世界和平的基石就会坍塌 北约在去年12月15号表示过 反应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安全现状 而且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危机时 核财军与核不扩散体系相矛盾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在10月30号就说过 这份含有奇异的条约 走到今天这一步 不能不令人遗憾 这份条约显然会挑起新的分歧 将对建立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基础上的 核不扩散体系带来不可挽回的伤害 其实这些道理 安理会五大善人在2017年就多次讲过 但有的国家就是假装听不懂 站在反核武器的道德高地 去挑战现有的国际安全体系 原子弹轻弹的发明及存在 是一个客观事实 地球上大的小小国家 有100多个 如果大家都拥合 那地球就会被毁灭 所以将核武器集中在个别大国手里 才会避免爆发核大战 核威慑是核武器最主要功能 那些脱离现实 要求销毁核武器的国家 一旦他们的愿望真的实现了 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就不远了 这些国家难道认为 这几个核大国就算没有了核武器 用常规武器就收拾不了他们吗 所以问题不在于核武器 而在于核武器作为一种大国地位象征 让一些国家心里出现了不平衡 禁止核武器条约 跟废除武达善人一票否决权 是一个道理 只是禁核看起来理由更加充分而已 早在1969年4月25号 就有几个国家通过了拉丁美洲 禁止核武器条约 拉美本来就没有拥合国家 他们互相禁止过过瘾 那也无所谓 后来一些国家影越来越大 2017年 哥斯达利加和马来西亚 联名向联合国提交禁止核武器条约提案 挪威 爱尔兰 墨西哥 巴西 南非 和瑞典跟进 队伍越来越大 2016年 一些国家准备于2017年就此事 在联合国进行谈判 2016年10月17号 美国正式通知北约成员国 如果2017年开会谈判 大家不要参加 表决时投反对票 不要仅仅是弃权 禁止核武器条约 核心内容是什么 一强制核大国销毁合法拥有的核武器 二建立对核大国的严密的监督系统 这些内容有可操作性吗 草案提出之时就漏洞百出 最关键问题是根本无法执行 联合国是个严肃的国际政治场合 提交一份根本无法执行的草案 简直就是闹剧 它的荒唐性在于 比如说 美国最主要拥合国家之一 如果禁止核武器条约内容 要覆盖到美国 那么美国就宣布 它已经销毁了全部核武器 这些签约国不信的话 谁敢去美国检查核武库 谁敢监督美国执行进度 挪威还是哥斯达里加 接下来 敢去俄罗斯 中国 英国 法国监督吗 核武器就是虎牙 一群小绵羊自娱自乐的说 我们绝不拥有虎牙 把那些有虎牙的都拔掉 小绵羊们可以试试 胡合拔牙的后果 2017年7月7号 联合国大会以122票赞同 一票反对 一票借权的绝对多数 通过了条约文本 等批准国数量超过50个之后 条约便将开始生效 在禁止核武器这个问题态度上 五大善人是高度一致的 2018年10月 中美法英俄就在安理会 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 反对禁止核武器条约 并且不会签署该条约 美英一反对 在他们核保护伞下的韩国 日本 澳大利亚 新西兰也跟着抵制 其中日本的做法是非常矛盾的 一方面 日本跟着美国拒绝签署 禁止核武器条约 一方面 一位NGO组织ICAN 提供资金到处拉拢支持者 也不知日本是要闹哪样 武昌亮明了 我们不会支持 签署或通过这份条约的态度后 还承深了 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 表示支持建立 无核世界的最终目标 就是告诉那些国家 不要跟我们来这套 你们要老老实实 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才对 不管有多少个国家 批准这项条约 反正五大善人是不会签署的 五国发表联合声明 就是提醒他们 不要指望在这问题上分化五国 直到今天 也没有哪个国家敢提醒说 中美英法俄不加入的话 就制裁五大国 1996年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得到通过 是因为五大国的核武器投射能力 都达到了自己的要求 此后 谁再拥合 就是非法行为 所以2018年 反对禁止核武器条约的联合声明 是由中美英法俄来签署 以示正听 印度等国想签署都没有资格 因为他们是非法的 有核法核弹的国家 才有资格去讨论 如何控制核武器 如何进行核裁军 这才是负责任的 合乎现实的做法 没有核弹弹的国家 却抱团壮胆起哄 要废了核弹弹 那还不如直接要求 五国弃核好了 绕什么圈子 这场面像是一群秃子 在认真地讨论 梳子该不该存在 并得出了禁止梳子的结论 地球上只有这五个国家 可以合法拥有核武器 五大国不加入这个条约 这条约意义何在 想表达理想和浪漫 那去写鸡汤文好了 中国提出的 循序渐进 解决核武器问题的原则 才是正道 然而 目前核力量最强的国家 连绝不守 显示有核武器的承诺 都做不到 更别说消减美核核武库 无核国家都想一翁而上 一步到位禁止核武器 除了片片小青仙 对国际核秩序 百害而无一意 听听这位隐形埋名的中国专家 对反对核武器问题 是怎么说的吧 你没有原子弹 你就反对不了原子弹 中国人相信 一切都要靠脚碳实地去获得 要想不为核讹诈 就必须拥有核武器 当年 那一代中国人 是在勒紧裤腰带 才搞出了原子弹 清淡 确立了大国地位 这就是委员的超前眼光 如果放在今天搞 成本和阻力 无法想象 有些国家站在道德高地 搞个条约 就想空手套白狼 真是死之令人发笑 等他们拥有了原子弹 再来说原子弹吧 否则 真是不知道自己 几斤几两